過年時間 冰冰商店應景推出 像這樣子每買一百元就送一張呱呱樂 不過有民眾是拿了一千張呱呱樂之後 卻連一個小獎都沒有中 照片中一疊又一疊的超商 呱呱樂讓人看了好無奈 因為嘉義一名陳小姐 兩個禮拜前花了十萬元到超商買了遊戲點數 拿到過年限量的呱呱樂總共一千張 卻沒想到全部刮完後 竟然現金獎連一張都沒中獎 一千張連號吧 結果全部都沒有 連這起碼現金折十塊還是什麼都沒有 後來就刮得很無奈 對此超商解釋 刮刮的全國總計有多達22.5萬張 現金獎從一千 五千到一萬元不等 扯上一旁的倍數後 最高可以刮到8萬元 但現金中獎機率有多高 超商沒有透露 覺得可能會就是有點欺騙的感覺 一千張 兩號 對 覺得地方應該要有 他保證其實一定可以獲得獎金 不過另外我們也提供跟我們講到的 所謂可以上購物金的一個折扣 沒有去強調說保證有多少的獎 但其實他就不構成惡意的去欺騙消費者 他只是用一個比較巧妙的手法 去做一個行銷APP的方式而已 比比國內幾家超商為衝高業績 不定期推出抽獎 任兩件商品可抽最低一元或至少有九折 有的則是現金回饋或商品打折二選一 行銷手法因超商有所不同 但不變的就是希望刺激民眾掏錢買東西 解皇家武登麗 台報道 解皇家武登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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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皇家武登麗